1976年 旅行至塞内加尔的法国摄影师 Bernard Plessy 拍摄了一个熟睡的毛利塔尼亚人 1995年 中国画家刘晓东 在他正在装修的画室里 拍下了这个午休的农民工 蚊帐像云朵一样 包裹着疲惫的身体 轻轻浅浅 刚好唾起一个梦 在他俩各自的梦里 可能都有童年村庄里的一口老井 或者田野中翻滚的麦朗 在梦里 他们也都笑着对母亲说 等我再攒多些钱 过一阵子就回来 于是他们穿过平原和沙漠 走过一个又一个城镇 做过各种各样的营生 也遇到了更多睡在地上的人 他们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时区 说着不同的预言 但相同的是 开工信号以来 他们就要揉着眼睛 起身 卷起这些个梦 然后发现 自己已经离家 越来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